慈芸寺 慈芸寺其安禮斗法會數百個斗筒 圍繞在觀世音菩薩旁 相當壯觀 禮斗法會在我國來講 屬於一個很特殊的儀式 當然有些廟宇 它會利用在這九位時尊 或者是新廟蓋層的時候 等等這種時機 我們慈芸寺是每年固定在 農曆的九位一號到九位九號 那這個法會來講 它最主要的目的 當然就是祈求我們這個信眾 能夠原層棺材消災解惡 其安禮斗法會一連舉辦九天 禮斗法會民間又稱為敗斗 主要是幫民眾消災解惡 祈福嚴寿 廟方在斗筒內會裝滿米谷 裡面有放剪刀、刺、法器 各代表不同的意義 宇宙法會裡面的法器 大家看的就是斗 斗的話 它代表的就是宇宙的生生不息 那裡面還有米 米代表就是生姬 那這個是劍 劍當然就是斬妖除魔 那還有這支燈 燈代表的就是那個神光 日月星塵 那這個是這個 秤 秤代表的就是公道 這個是鏡子 鏡子代表就是圓滿 等等這些就是 那當然這是斗籤 那斗籤就是我們把有報名參加我們這個法會的儀式的人 他們全家的資料就是在這個法庭裡面 它有這個閃 就整個把他批憂他 這是我們的主要法會法器的意義 斗燈主要是祈福避邪之物 每個斗燈都是整齊排列 都有護佑執掌 九天的法會 重頭戲在農曆出發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中間有高低差 RL外圍這個 當然 它就是有不同的意義 那當然啦 有些這個針對就是他 他希望就是說在這個事業方面的啦 在對於身體方面 或者是其他各方面 那依照每一個人的需求 那來點燈的時候 那來報名的時候 他可以看似 某一種斗 某一種斗 那依照他的需求 來報名 初八的晚上 我們還有一個法會 那很多信眾 他們就會利用這個桌 來跟著來拜 平常啦 九月一號到九月九號 都可以來 那只是說九月初八晚上 那法會 我們就比較盛大一點的 法會期間 除了提供信眾點斗燈 也歡迎民眾前來拜斗 祈求平安 一整年順遂 記者 黃少民集中報導 記者黃少民集中報導 記者黃少民集中報導